上禮拜我們講編譯器的時候 可能沒有完全講完 因為之前講的是C語言的版本 程式碼比較長一點 所以我就把它濃縮了 變成比較精簡的版本 所以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 數學運算式的編譯 這個是一個極度簡化過的題目 它甚至不支援傳統的數學運算式 因為傳統數學運算式 有先承除後加減的這種優先規則 我們的數學運算式是什麼東西要先算 你一定要用括號括起來 你沒有用括號括起來它就不會先算 所以它沒有先承除後加減 但是如果你沒有用括號括起來 它就按照它既有的順序去算 好那這種數學運算式的語法 我們就把它簡化簡化再簡化 簡化之後就變這個樣子 只有兩條規則就可以做完所有數學運算式了 其實我一直覺得程式源應該要這樣設計 你應該考慮到語法的優美性 那目前真正考慮語法優美性 而且極度的在縮減它語法規則的 我看到只有一個語言 這個語言就是LUA 有人聽過這個語言嗎? LUA 那LUA的語法規則只有20條 包含整個完整的程式裡面 那LUA的發展其實是一個很特殊的案例 為什麼呢?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程式語言 幾乎大部分都是美國人發明的 那歐洲或其他的地方發明的語言有一些 但是程式語言會由南美洲的人發明的人 是很少 那LUA是哪裡的人發明的呢? 是巴西的人發明的 那為什麼巴西的人會發明LUA這個語言呢? 答案是有歷史原因的 什麼歷史原因? 大概1980年到90年左右這段時間呢 巴西的政府規定了一件事情 它規定什麼是呢? 所有的軟體不准進口 OK 所有的軟體不准進口 這下就麻煩了對不對? 你所有軟體都不准進口 那我們國內有一台電腦不就跟垃圾一樣嗎? 國內有一堆電腦就跟垃圾一樣啊 巴西的電腦全部從此都變廢體 不行啊 所以他們的工程師他們的教授就開始想 既然這樣我得自己弄個語言 可是為了要弄一個語言 那又想用最快的方式 又想很快的做出啊 那因為巴西的軟體工業本來就沒有很強啊 那又要很快的做出來 所以他們那個語言就極度的精簡化 極度的精簡化 然後最後做出來的語言呢 就是現在的路啊 可是這個語言現在用在哪裡? 大部分用在哪裡?各位知道嗎? 大部分用在設計電動的程式裡面 有不少設計電動的平台 遊戲程式設計平台都喜歡採用路啊 為什麼?因為當初他設計出來之後 這個語言只有二十多行的語法規則 只有兩萬行的程式嘛 包含整個完整的系統 所以後來因為他又小又容易編譯 又容易移植 就很多的遊戲公司 他們為了要找一個語言來作為 遷入在他們遊戲引擎裡面的語言 就選擇了最容易遺址 最容易編譯的路啊 那就 就這個是路啊的歷史 所以我們這樣子極度縮減 其實我認為是 是一個 很有趣的做法 可是在我這裡為什麼極度縮減 是為了教學的過程 OK 那現在我們來看這一個語語法 這語語法只有兩條 好 這兩條規則很簡單 第一條是1 1就是運算式以回選 那第二個 運算式可以產生一個T T就是term 項目 那 或者是 T的後面可以跟著加減乘除1 加減乘除1 好 那這裡呢 T又可以變成一個N N是數值 我這裡我覺得有點怪怪的 我這裡打問號 感覺沒有辦法涵蓋所有的四值 我應該打個新號才對 這樣才會一次以上 所以我覺得這裡打問號怪怪的 等一下可能要下正下 好 再來是一個括號1 也就是說括號1個運算式的 好 那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像這樣的一個辦理3加5乘4-2這樣的一個式子 然後呢 我這個是用上次的那個 程式把他改的 所以目前就 做法很像 那我們這邊呢 從最上面看下來才會清楚 我一開始就去剖析一個1 你看到這裡 我就剖析一個1 好 那於是呢 他就把整個陣列都丟進去 那這整個陣列其實 現在這個陣列就是個字串 好 所以呢 他就開始剖析了 他剖析就3加5乘4-2 他剖析完畢 可是這剖析完之後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呢 我們這一個例子裡面沒有建數 所以其實 做這種剖析動作不一定要建成語法術 大部分的編譯器都不會建成語法術 而是一邊剖析一邊就做乘式法產生的動作 OK 一邊剖析一邊乘式法產生 那我這一個範例裡面沒有產生乘式嗎 沒關係我們下一個有 好 所以 他剖析都是對的 第一個3是一個N 第一加減乘除是OP 括號就是括號 N 5又是一個N N就是數字 加減乘除又是一個OP 運算是 運算符號 就這樣子 好 那他就剖析完成了 這種程式怎麼寫呢 你看 他說 1 我這個語法是 我這個程式是對的 但是語法是錯的 語法應該後面加星號 不是加運號 所以你看 1後面是跟著一個T OK 那T後面要如果跟著一個加減乘除的話 那就會再跟著一個1 而且 重複零次以上 一直到無窮多次 所以 程式是對的 但是語法要修正 那就照著這個語法直接這樣編下來就可以了 同樣的你要做一個T T是這個狀況 那你就檢查下面是不是一個N 如果是N就把N取掉 否則的話呢 應該要是一個括號 然後再接一個E 再接一個括號 就這樣子 剖析完 這種剖析方式叫做地回下降法 很多變異器都是採用這種方法 因為這種方法 是可以手工打造的 那有一些 剖析方法是沒有辦法手工打造 你必須要透過一些 狀態產生的補助工具 那這個是 火稀數學運算式的程式 等一下各位可以仔細自己再看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的是 如果我今天要產生程式碼 我要怎麼做 那其他的部分幾乎都一樣 但是 我們在這裡會 為了要產生程式碼 我必須要創建一些 中間變數 那我產生的不是組合圓嘛 我產生的是中間嘛 所以你可以自己創中間變數 OK 其實組合圓也可以創中間變數 那創中間變數 的這個函數加進去 之後呢 我們看到 我們一樣有個E E一樣會產生一個T 可是這時候我會把T所產生出來的那個中間變數記下來 然後呢 OK 檢查下一個是不是一個OP OP就是加減乘除 然後呢 在 如果是OP接下來一定又跟著一個E 那一 處理完之後我們又要產生一個中間變數來 容納這 加完之後的結果 運算完之後的結果 所以我要產生一個中間變數 OK 然後呢 產生一個中間碼 這個中間碼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它長什麼樣 好 那最後再記住這個中間變數的代碼 那同樣的T產生N 或者一個括號E 一樣 需要處理一些 產生中間變數的問題 好 那所以 你會看到當我們要產生程式碼的時候最後就是你的 中間變數 你的代碼是什麼 那我們 一樣去比對一個E 好 比對完的 比對的結果呢 你你會看到他一樣 每次都在比對一個 字 好 然後呢 比對 比對 然後 呃 比對到 某個地方的時候他會產生一個中間碼 比如說 比對到一個數字他會產生一個中間碼 T0的3 比對到這個數字5他會產生中間碼T1等於5 這些都是中間變數 然後接下來又比對到數字又產生T2等於4 然後 因為 這裡 碰到運算式的乘號 所以他 就設定 T3等於T1乘T2 OK 這又是下一個中間變數 然後 就這樣子一直做 你會發現他最後產生了一堆中間運算 運算指令 這些就是所謂的編譯結果 也就是中間碼 那我們在執行的時候我們可以把這些 輸出的 剖析結果先去掉 你就看到完整的中間碼 那我們把這一個程式拿來執行一下 Parse ESP 2 好 這個過頭了 OK我們先把它存檔 好我們把它存起來 L-Parse ESP2 我好像上次已經存過了 好不管 然後呢 我們就 進去 切到層次那裡 好你會看到 他產生出來的 剖析過程和中間碼是這樣喔 但是你會覺得有點亂亂的對不對 我把 中間 一些輸出 先暫時移走 什麼輸出暫時移走呢 就是這個 掃描的動作 的 結果暫時移走 再執行一次 好你會看到 3乘以5 3加5乘以4 減2 出來的 乘式碼會是 T0等於3 T1等於5 T2等於4 T3等於T1乘T2 OK T4等於2 也就是最後這個2 T5等於T3-T4 T3-T4 T3是誰 T3是5乘4 T4是2 所以 5乘4-2的結果會儲存在 T5裡面 那T6呢就是T0加T5 T0是誰 T0是3 T5呢 是5乘4-2的結果 所以 T6就是 3加5乘4-2的結果 所以最後T6會是多少 5 4 20 10-2 18 3加18 OK 21 所以 如果你把這個東西 拿去給CPU算 如果他有虛擬機 那他就可以 算出 要對應這種中間碼的虛擬機 那他就可以算出T6的結果 那這裡都只有常數 如果你加入SYZ 是可以 只是你SYZ一開始要給出實質 OK OK 好 所以呢 呃這裡我們剛剛有幾個 小的 Bug 所以我們這裡稍微修一下 免得待會各位 會 覺得很 錯顎 好 好 哪裏要修勒 就是語法 這裡不是問號 是信號 同樣的 這裡也修掉 這裡不是問號 是信號 這才對 好 OK 那同樣的 這裡 可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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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的這個 呃 柏西 數學運算式 這個也是 一樣 呃 好像有點 這裡是星號 這裡也是星號 這就是我們編譯器最基礎的一個範例程式 你要做習題第九章、第十章的習題的時候 九十、十一的習題的時候 你必須要參考這個簡單的範例 你才了解說我到底編譯器在做什麼 那你才有辦法去做九到十一章的習題 今天大致上就先講到這裡 那